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饲养员惊心的投胃后 他居然会鞠躬表示感谢 还拔了自己身上的毛送给饲养员 怪不得是冰威动物 合着自己是把自己送成冰威的 不过可不要被网传的文章误导了 人家不是猛禽 是猛禽 精头罐是一种与罐科非常相近的大鸟 它是精头罐科 精头罐鼠唯一的物种 体型高大 平均有1.2米高 体重4000到7000克 一斩达到2.6米 看起来超帅的对吧 然而事实上 它们并不爱飞 基本上行程不会超过500米 大小400罐 头尤其巨大 也是现存头最大的鸟 长着一张非常有趣 可爱的面部 它那巨大斑驳的绘布 使其显得更具魅力 当然 这也是它名字的缘由 它真的太懒了 不仅体现在飞行距离上 还有它养孩子的习惯 精头罐的繁殖并不算高产 一次只能产卵1到3个 而且在孵化出来之后 它们只抚养身体强壮的老大 其他孩子懒得管 当备胎使用 这是好任性一鸟 说到精头罐的成名之路 那可有些年头了 10年前 一名叫马克凯的美国业余摄影师 在圣爹葛野生动物园拍照时 无意发现了一只叼着野鸭的精头罐 据说当时精头罐正埋头向前走 碰巧被这只野鸭挡住了去路 由于二鸟体型差异太大 鸭子本能觉得害怕 横在路中间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最后直接待在原地不敢动了 看着这位呆滞的拦路者 精头罐表现得有些不耐烦 直接将鸭子叼了起来 然后就当摄影师为野鸭捏一把汗 担心它会不会直接吃掉时 精头罐却做了一个很迷的举动 它直接把野鸭扔在了路边 将路障清理完之后 就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了 随着这组照片被刊登在了网上 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极大反响 精头罐也一跃成为了鸟界网红 从表面上看嘛 标准的大佬配置 看起来相当不好惹的样子 不过随着被翻出的沙雕事迹越来越多 它们从大佬变成了傻鸟的代表 最终喜提鸟中哈士奇的称号 比如说它们喜欢拔自个儿的毛 然后喜丝丝的到处送人 这到底是什么行为艺术 阿祖是看不懂了 再比如说 看它们吃个饭能挤死你 大部分鸟类进食 都会采用直接吞咽的形式 而精头罐却经常把鱼当作口香糖 嚼 嚼 嚼着嚼着 还突然会停下来 思考一下鸟生 在经历了无数次掉地上捡起来 再掉再捡之后 傻鸟终于想到了 诶 我干嘛一直低着头 我可以抬头把它咽下去啊 的终极方法 因为鱼总是吃不进嘴里 所以一般人工饲养的动物园 都会派专人照顾精头罐的饮食 然而它们还特别傲娇 在对待男女饲养员的态度上 也是千差万别 当女饲养员喂食时 明显一副 好吃 再来 当换成男饲养员时 仿佛是停机不在服务区的状态 简直就是双标本标了 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 精头罐就开始琢磨着 怎么搞事了 比如先溜达到池边练习捕鱼 最后鱼没捞着 叼着一块木头 有滋有味的巴基嘴 顺手欺负一下天鹅妹妹 回去的路上 遇见不熟的人 还会有礼貌的打个招呼 如果说这些行为 还算正常的话 那不会避雨这件事 绝对是精头罐的各种行为中 杀雕系数最高的 一脸凶巴巴的站在鱼里 真是有种微妙的反差萌啊 别看阿祖介绍的人出无害 甚至有点可爱的精头罐 实际上是个猛禽 精头罐的鸟汇边缘 像剃刀一样锋利 鸟汇宽约12公分 非常的尖锐 能够穿透鳄鱼的皮肤 只要被它夹紧的猎物 根本无法成功解脱 前鸟嘴处有钩状突起 这种捕食利器 甚至可以杀死亚成体鳄鱼 鳄鱼厚实的皮肤 也无法阻挡精头罐的攻击 被称为鳄鱼克星 它们擅长以静制动 捕捉小鳄鱼的时候 没有像其他鸟捉鱼那样 在上空盘旋 看准了直接低空捕食 而是采取有效计谋 引蛇出动后梦中捉鳖 悄悄站在水中 一动不动 看着像一座大雕像一样 等待小鳄鱼放松警惕了 游到它脚边 以为水中很平静 结果镜头罐迅速将头伸下 摇起小鳄鱼 马上飞到其他地方 再将小鳄鱼来回翻滚 把鳄鱼身体上的水草剔除 然后再享受美食 镜头罐的主食为各种鱼类 它的食性非常杂 鳄鱼 鱼类 蜥蜴 蛇 乌龟 都在它的食谱上 如此凶悍的动物 为何到了人类面前 变成礼仪之鸟 甚至装作不会吃饭 如果你真把它当作傻鸟 那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阿祖来解释一下 大家最好奇的 鞠躬送羽毛的习惯 这其实是段子手们 一厢情愿的想法 鲸头罐确实有着 对人类低头的动作 但这是圈养的鲸头罐 才有的行为 是鲸头罐同类之间的交流行为 圈养的鲸头罐经常跟人类接触 还会从人类那里获取食物 和一些其他的好处 对它们来说 人类就像是毫无恶意的同伴 所以才会有这种 鲸头罐同类之间打招呼的动作 同时还会上下会 抠动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把人类当成同类 其实也很无奈 毕竟动物园里的鲸头罐 基本上出生就只能见到人类 至于拔毛 不会真的有人以为 鲸头罐不会飞吧 人家虽然大只 但是也会短距离扑愣几下的 什么 你想到了鸡 差不多的 作为会飞的鸟 羽毛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吧 一般送人的羽毛 也是本来就要钓的坏鱼 正常健康的鸟鱼 不仅不容易钓 而且硬拔下来还会流血 那网络视频中 鲸头罐钓着小鱼 调整的半天都没办法吃下去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因为那些小鱼 对鲸头罐来说太小了 刚才说过了 鲸头罐是大型鸟类 野生的鲸头罐 主食为食花肺鱼 在内加尔多奇鱼 和各种鲶鱼 甚至会捕食小体型的鳄鱼 这些猎物的平均体长 皆为40厘米以上 鲸头罐巨大的汇 和前端的钩状尖汇 可以帮助它们轻松捕食 中大体型的鱼类 也擅长挖掘河底淤泥 反而对抓小鱼并不在行 所以人家不是不会吃 而是不屑于吃 像咱们吃棒棒糖一样 慢慢吃才有趣 鲸头罐目前属于异危物种 截止2002年 估计总数在5000至8000只之间 整体数量急剧下降 这可不是因为它傻 主要原因是 农业灌溉造成栖息地遭破坏 干扰和捕猎 好在由于鲸头罐十分少见 非洲的许多国家 都会把鲸头罐当作国宝 赠送给世界各国的动物园 并发行邮票货币来彰显 本国独有的动物 在人们的保护下 鲸头罐的生活还算适应 不过在动物园里的蒙禽 鲸头罐是否也憧憬着 充满刺激和挑战的大自然呢 毕竟那里才是鲸头罐真正的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按一下小铃铛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感叹 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